这是安装在大兴安岭邻区的红外摄影机拍下的杀戮影像 一只300斤左右的驯鹿被突然冲出的怪猫袭击 随后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短短几分钟尖锐的牙齿瞬间刺穿了驯鹿的喉管 吞出的热血染红了大地 最终驯鹿被怪猫无伤秒杀 只能沦为怪猫的腹中大餐 这只诡异的怪猫甚至还一度威胁到了人类的地盘 300只牛羊牲畜都遭到了怪猫的毒手 给当地牧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猎杀都是在晚上或者是无人发现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牧民们一直都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动物袭击了自己的牧场 反正每天清晨起来 牧民们都会先行去牧场看个究竟 看看自己的牛羊是不是被这只凶残的诡异生物所袭击 短短半年以来 当地政府共接收到了300多件牛羊被杀的案件报告 起初专家认为这可能是野狼群集体下山所致 但令人奇怪的是 每次收到此类报道之后 牧民们上报的数量总是一头 牧畜并没有被成批捕杀 这种情况显然并不符合野狼群下山狩猎的特性 因为野狼下山狩猎时 基本都是成群结队 以族群为基数入侵人类的地盘 而每次将目标所定为牧畜牛羊之后 总是会不遗余力尽可能多地杀死猎物 在吃饱喝足后再叼着多余的肉返回深山 这是野狼的正常习性 可既然这只凶残猎物不是野狼 难道是大名鼎鼎的东北豹 内蒙古怪猫再次出现下山潮 身材娇小能秒杀驯鹿 短短半年 三百只牲畜惨遭所猴绝杀 除了牛羊等牲畜屡遭屠鹿之外 就连当地自然保护区内三百多斤重的驯鹿 连日来也是屡次遭到怪物的袭击 在保护区内经常能见到驯鹿的尸骨 而负责保护区内驯鹿饲养的老崔却发现了端倪 老崔在大兴安岭自然保护区内已经工作了十几年 哪有个勾勾坎坎 老崔心里都是一清二楚 保护区内这些驯鹿 就像是老崔辛苦养大的孩子 看着驯鹿一只借着一只惨遭荼毒 老崔心里拔凉拔凉的 但老崔善于观察 很快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就是驯鹿虽然经常被杀 但致命伤几乎都在脖子上 每次都是脖子上咬破一个小口 然后把血吸干 而驯鹿的尸体本身并没有被吃掉多少 如果是东北豹的话 驯鹿的身体和内脏会被掏空 费尽心力抓捕到的猎物 肯定不会如此奢靡的浪费 就连东北的熊瞎子 也不可能把日子过得这样大手大脚 既然不是野狼 也不是东北豹和熊瞎子 那又是什么生物 能杀死这么大的一只驯鹿呢 一天傍晚 老崔照常进入保护去寻山 远远地发现了一只尖耳短尾怪猫 正在袭击自己的驯鹿 身材比家猫大不了多少 和尾巴却出奇地短 就像是被故意剪短尾巴的科鸡一样 但因为距离太远 老崔实在是看不清 这到底是何方猛兽 内蒙古怪猫频频下山入侵 身材娇小 能秒杀驯鹿 三百多只牲畜惨遭所猴 老崔当时虽然距离怪猫袭击驯鹿的现场较远 但在怪猫九足饭饱之后 带着手机拍下了怪物的脚印 脚印与猫咪的脚印形状相似 但要略大一尊 专家考虑到怪猫太过警惕 便在怪猫出没的地点 安置了多台红外摄像机 希望能捕捉到怪猫的踪迹 经过几天几夜的监视 专家终于在监视器上 看到了怪猫的身影 破解了怪猫的身份 原来怪猫竟然是一只短尾蛇犁 蛇犁是出色的猫科动物 虽然体重不足50斤 但却是个十足的猎手 能轻松秒杀大型猎物 甚至翻墙上树都不在话下 它们的爪尖 平时都是藏在脚丫子当中 在需要捕猎时 就会自如伸出 对猎物进行致命打击 而猫科动物 几乎都会使用锁猴绝杀剂 这就是它们能干翻驯鹿的原因 驯鹿虽然个头大 但是却并不灵活 想要用蛮力打败娇小灵活的蛇利 驯鹿还得多练几年才行 当然蛇利有严重的洁癖 其他猎食者捕杀猎物后 会分为好几顿慢慢吃下 而蛇利一般只会吃新鲜的 将猎物杀死之后 吃饱一顿就会随手丢弃 下一次饥饿时重新捕猎 因此牧民们的牲畜 每次只会被杀死一头 半年内就会有300多只牲畜被杀 这种傲人战技 除了蛇利 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生物能干得出来